8月29日,香港中旅在香港舉辦2024年中期業績發佈會 2024年上半年,香港中旅取得收入21.37億港元,同比增加3.99% 股東應佔入利6323萬港元,同比減少71.8% 每股基本盈利1.14港仙 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.5港仙 2024年上半年,旅游經濟回歸增長趨勢 出入境旅游繼續快速增長,但受大灣區多餘天氣影響 香港中旅的主題公園及休閒度假區目的地收入不及預期 以及房地產業務處於尾盤,收入同比下降 2024年上半年,香港中旅的旅游景區及相關業務總體收入為10.37億港元 较去年同期減少3% 應佔利潤為0.26億港元 不過,隨著全球範圍旅行限制的放鬆 國際遊客到訪增加,中國香港酒店業務前景樂觀 紅磡維景酒店於2024年5月投入運營 擴大利潤增長點 香港中旅對財華社表示,於今年5月投入運營的紅磡維景酒店 目前運營情況正按照計劃穩步推進 當前已經開始貢獻現金流 香港中旅未來會繼續在香港尋找優質項目 特展業務 入衍 入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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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衛